小雨你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 为什么让这么一个弱女子供你读大学呢 我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那边有很多贫困大学生 就凭着自己打零工 就都不去领贫困补助 人家就供自己读完四年大学 还能给老家寄钱 咱即便不做这么模范的人吧 养活自己总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现在发现的一点是什么 在他身上有一种 性情叫什么 叫惰性也叫懒 他这是从他骨子里带出来的 他依靠别人依靠惯了 我绝对不是一个懒的人 我有自己的上进心 而且我也平时空闲的时候 我也会去不停地去打工去兼职 但是我觉得大学这几年 不能光靠打工去浪费 我还有要学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必须为我的理想去学习 去积累经验 我不是那种吃饼软饭长大的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推行致富 我承认你很帅 一个跟自己相处了四年相濡以沫 对你有情有益的女友 另外一个是富有美丽 却对你非常热烈的追求者 就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 你到底更偏向于谁 你喜欢谁 其实刚开始和小慧交往 确实感觉都特别好 但是一年前灵灵的出现 确实是动心了 因为她条件好 如果她比小慧还穷 你会爱她吗 会吗 会吗 可能不会吧 看她的目的就这么强 我就要靠别人上位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想自己创业应该是非常难的 需要一定的资金 是我可以自己奋斗 但是有捷径 相信大家 我为什么不会选那个捷径 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捷径 你可以用自己的灵魂 交换自己的前程 但是如果你是单身 你可以这样做 那是你选择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 我们认为很不齿 你选择了财富就选择了财富 就别去想爱情 选择了爱情 就别想去选财富 用自己双手就糞 但问题是 你是有女友的呀 当初她单身的时候 她做了选择 就是一个在打工的小慧 那个时候可以给她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现在小慧提供的这些 她看来已经太少了 那么她已经遇到能提供更多的人了 所以她准备马上跳槽 小宇她要的应该不是钱 她要的是一个机会 可能她将近好 靠她的父母的那个平台 她需要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要一个机会 她要是一个不安的 对我来的 对我来的